小米汽车抢占电动车市场 新产品苏七 能否在国内外各大厂夹击下图围 备受各界关注 日前开放品鉴活动中 尽管只供民众外观鉴赏 无法入车体验 也不能试驾 但对许多小米铁粉来说 仍是相当期待 水利型的大灯 水利型的后视镜 真的封道真的封口 它所有的封道 这个封口不是摆设 是真的真假 像我们的手中的人过去 都是为了降低风筝 虽然小米创办人雷军先前曾喊话 99人民币的价格是不可能的 但依据过往小米实惠的品牌形象 据电源推估 新车售价有可能落在 新台币88万到132万元之间 但目前预购状况和车辆相关配置 都没有缺切数据 现场的资深米粉则坦言 若是车价高于台币176万 就不会想买了 其他这车等很久了呀 而且你像我们 就是我们就是都用小米手机 或者用小米生态链的东西呢 它不仅是个车 如果我去上班 我开着车出门 我什么话都不用讲 我开出离我家两公里以后 扫地机出来扫地 电视自己关掉 窗帘自己关掉 空调自己关掉 然后等我回家 离家里一公里或两公里的时候 它这些东西又 什么电视又打开 空调又打开 空调尽快就打开 就这个东西我就问你 除了华为跟小米谁能做 除此抢劲电动车市场 潜在竞争者华为 更在去年底推出高CP执行车 小米造车这波挑战不小 不过米粉们似乎很有信心 对于新车安全与稳定性 也丝毫不担忧 毕竟安全都做不好 热销恐怕只能做梦 中央社记者旅家荣 北京报道 重备也不能从我们这边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